各位DigiMobi的網友各位好 我們今天來到了國境之南墾丁 現在其實你看天上的雲 飛得其實很快 因為就是在颱風的前夕 暴風雨前的陽光 我們主要是來試全新第二代Volvo XG60 而且它給我們的是T6最高級的Inscription 奢華旗艦版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人氣拜你們之次慢慢高升 走路都有風 走路有風 你看有風大到那雲 再看一次 後面這座好漂亮 這是你家嗎 這是我這邊的別墅 我們來看一下XC90它的外型是比較大氣 XC60它就明顯的年輕化 增加了很多跑車的元素 可以看到它有共用一樣是 所謂的雷神之錘的日行燈 它一些鍍鉻的線條 然後或者是前氣霸 引擎蓋你也可以看到 它其實用了很多道的折線 去強化它的造型 為什麼我會說它很跑車化 請看它的後視鏡 並不是黏在這個上面的 它是像跑車 是獨立在車門板件上面 跟我的Turong一樣 Turong 還真的嗎 我們一般車門大概坐到這邊 下面就是一塊門檻 可是你看喔 它直接坐到下面 一般門檻坐到這邊 你上車的時候 你很可能 褲腳會沾的都是泥巴上車 所以它設計的比較低 那這樣的話你上車其實比較不會去磨到 看這個有它的等級 Inscription 這個圈看起來好大 19吋雙色圈 2355R19 它線條是慢慢往上 這就是為了塑造它一個跑車的形象 這個部分我們還是可以看得出 之前XC90 XC60的設計元素 不過新的它開始拉過來 線條是比較銳利 看起來更有精神 那我們來看看它的內裝有什麼更棒的地方 看到 奇怪 Start Stop按鈕怎麼沒有咧 它做的比較特別 它是做成在排檔桿後面 而且它是用旋轉的方式 這邊是一個直立式的觸控螢幕 那中控台它也是12吋全液晶 它這個反應很快 你可以看你的導航 你可以看你的廣播 或是看你的電話 所以這個是一系列的輔助駕駛 譬如說有車道偏離維持 停車輔助 還有一個倒車的警示 盲點警示 這個按下去 你就可以看你的車子的周遭 你也可以單獨去看你的車尾 它這個木紋飾板 它是用北歐的漂流木材質去做 所以它的質感其實非常好 觸感也很棒 出風口 它就是模仿風力發電的螺旋槳的模組 方向盤它這三幅是蠻小巧 握感也非常好 它把很多東西都簡化掉 可是那功能是很直覺很好操控 天窗是蠻重要的 這樣是全電動 而且面積相當大 它一直到後座 因為這個是全新的SPA底盤 它的走距比前一代的XC60 延長了9.1公分 那我們現在來去後座 後座好多出風口 這個前座應該有做了比較薄型設計 所以真的有可視空間 兩個到三個拳頭 後部空間也是非常好 即使有了這個全景天裝 還是有大概快兩個拳頭 B柱也有個出風口 這個也有個出風口 四驅恆溫 非常適合台灣 NAPA皮革 觸感真好 這次還有一個特別設計就是 對啊 座位下面有人 對啊 悟空 對啊 可以放什麼呢 iPad 對 對 背部是稍微直了一頂 它還有一個120伏特的插座 然後還有這個點煙孔 我覺得12V可能可以直接換成兩個USB 對啊 這樣更實用 對啊 中間那個隆起是有一點高度 對 可是屁股座的地方還蠻舒服的 不錯喔 很柔軟 這種舒適度其實做長程我覺得OK 對啊 空間外觀設計內裝配備都看完了 實際上路開開看吧 走 有沒有覺得我們衣服不一樣的呢 而且經過一夜好眠有沒有覺得神清氣爽一點 因為這是兩天的行程嘛 對 第一天我們是開T6雙增壓機 這個是T5渦輪增壓引擎 對 要開完才能做個總結 是啊 我個人會覺得說已經買到這個價位 我應該會在網上買到Inscription 因為那個配備多很多 雙前座就變電動座椅 然後有大型天窗 後面還有雙區恆溫空調 然後椅背還可以電動放到 19吋的鋁圈 然後外觀當然更氣派啦 因為我們這個就沒有那麼多鍍鉻件 瑪莉多很多匹啊 對 一樣是2.0的水晶嘛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年輕人的家庭啊 對 小朋友可能還沒生 或者是只有一個的話 對 買這台OK 對 或者這種單身貴族買這個 對 但現在有小朋友的話 怎麼可以沒有天窗呢 包含它的音響 對 也是更好的 昨天T6的中控儀錶板 是比較大螢幕的 而且可以直接閱讀導航的畫面 它這個會比較精簡一點 雖然說30萬聽起來差滿大 我們實際駕馭起來真的有差 對對對 那個爽度就是不一樣 它那個一腳下去那個 油門的反應就很棒 既然要換車了 也花了200多的話 對 再多花到30萬就是值得 對對對 話講回來我們這個T5啊 它加了好多好多主被動安全配備 它等於是前一代的高階車款 像這個入門車款全部都上去了 而且我記得昨天我稍微也自己換算一下 前一代車款差不多要加二十幾萬 才是現在入門的配備 也只比前代車種大概貴了十來萬 安全配備更多 不分等級嘛 對對對 不分等級 然後全配備都一樣 對 其實動力的話它其實已經有254匹 扭力35.7公斤 BMW的330i 530i 也是2.0千 然後馬力扭力也差不多是這樣 昨天是掀開的雙增壓嘛 T6 320匹 40.8公斤 對 因為我機械增壓之後 它那個等於是低轉速 就不會有持質這種現象 對 隨傳隨到 對 非常夠力 本來以為今天換來這種只有渦輪 然後馬力差這麼多 少70匹 對 但實際開起來就是低轉速那邊 反應稍微鈍一點 鏡子到開始動的那一剎那 你會覺得油門小小的空了一段 可是真的跑起來就哇 坐在旁邊也是感覺 這動力就是圓圓不絕 對 就是254匹的水準 就不會有太大的落差 對 可能它也車比較輕一點 對 全車就是標配了四輪驅動 抓地力 循跡性都好很多 像之前我們開那個V90 是 跟V90 Cross Country 哦 V90它就是前輪驅動 那時候它就感覺到 扭力轉向的現象 哦 那相對於你去開V90的 Cross Country 四輪驅動 配這個雙增壓引擎 對 馬力更大 反而就不會有這些 嗯 嗯 它出力是平均到四個輪胎上面 那個四驅不單只是安全而已 它就讓你操控便 嗯 對 載著家人就是要安全 舒服 其實平常喔 它是扭力分配是前面95 前輪有95 後輪是5 哦 那你到越野以後 越野模式它會開始自動調配 嗯 也許會前面50 後面50 它就是要增加它的那個循跡性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就是半自動駕駛 對 我們昨天在告訴公路 哇這真的是 好聰明哦 對啊 真的幫我們分擔很多那種 長途駕駛 疲勞感的累積 比較不會那麼累 你看我們這樣一路開下來 這樣說說笑笑的 對啊 嗯 好聰明 我覺得它這個SPA平台很棒 就是模組化以後 它很多這種電子設備啊 都可以繼續沿用 以前的VOBO 它的懸吊設定我覺得是很北歐 因為它們也許道路狀況很好 可是來到國內我覺得有點水土不符 你過坑洞的時候很跳 過彎的時候你就覺得 怎麼有點撐不住有點軟腳 那這一代你就會覺得 它處理坑洞就還蠻舒服 然後你過彎也合理的速度 合理的角度去過彎 一點問題都沒有 這個配合是一個八速自排變速箱 哦 很順暢 跟一些競爭對手 運動性能 操控一定是沒有那麼強 就講這變速箱 可能它的對手BMW 那個八速 開起來就跟雙離合器沒有太大的差別 但是這一套應該就是調校的關係 會慢一點 它動力絕對是沒有問題 但是就是一些變速箱啊 轉向底盤 還是偏向舒適性 先不要講 光這兩台就有點難選 我覺得他們 真的我越開越覺得要怎麼選 如果我朋友或者是同學想要買 我會希望他買到T6 Inscription 因為它舒適配也多 然後馬力也更大 我也是覺得這個30萬花下去了 因為開的比較久 直接供這一台的話 就不用挑啦 對 包含這個360度環境 我覺得這個就很棒 對 多個30萬 可以多開個三年 單純買一個安全 我覺得T5其實很夠 依我個性 我如果買這一台 我可能就會想去改一些外觀 光改19寸的輪圈大概10萬了吧 如果也是貸款 跟隨就每個月只多加一點點 之後呢他們可能還會有入門的柴油 更高階的R-Line 對 如果有車的話 我們再為大家實驗 對 大家對這台車 這台車有什麼問題啊 可以歡迎在下面留言 拜託各位幫忙分享一下喔 下次見 拜拜 拜拜